新北市特色公园再增加一处地点 就在树林南原理北大特区旁 占地超过万平 是一个以全年龄共荣为基础设计的特色公园 过去三年呢 树林地区就兴建了五座大型公园 提升民众休闲与居住品质 我喊第六三你们就往前 玩一就往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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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 一百越高了 四万往前 四万往前 五 开心的和幼儿园小朋友一起玩荡秋千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目前全新北市一共有132座的共荣市特色公园 不论是小朋友或者是引发长辈都相当适合 树林区在北大特区那里 我们盖了一个半瓶的景观公园 尤其以孙林的系列 这当中最重要是要有一个潜力的共荣游戏 让孩子让方便能够在这里开心的游戏 也可以减少衰落期 那这一年多来谢谢我们的里长和议员的帮忙 让整个游戏器计不太符合国际标准 也符合孩子们的稀朽 北大特区人口密集 居民都期盼能够有特色游戏场 而这处景观万平公园是当地面积最大的一座 改建过程当中增加了儿童游戏空间 体建设施 广场以及大草坪 更进一步拓宽了步道 这段时间大概三年来 我们在树林区盖了五座 特色潜力共荣的公园 在新北市整风盖了132座 我还会继续的在公园里面 让咱们队跟孩子们的潜力特色 共荣公园的游戏器具 我会把它做得更晚上 让这个地方公园变成一个开心游乐的 以及健康的好去处 新北市要和大小朋友一起玩公园 市长侯友宜说 未来还要继续创造特色公园 提供民众更舒适的休憩空间 与游戏的体验